今天挑战只用紧急枪切中的前两把枪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还不错啊 可以打榴弹 不亏 第二把就比较关键了 希望是一把伤害够高的 nice 伤害最高的几把枪之一 还有精致的不减伤害 如此一来就很明显了 AK做主力 另一把则只能沦为打打榴弹的了 对了 可以装个热成像 精致枪口的AK完全压得住 什么都不管 只有一个字 毛 找找人在哪 知道了 下面 太好了 一不小心又当了把红雀 两个包即将到手 哪里跑 怎么是个瓢仔呢 两个狗牌 确认他已经舔过包了 郁闷呀 呀 有脚破 好家伙 差点没打过这个妹控 我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加加血吧 看颜色 可能是他的香调了 我去 大师所望啊 运气不好 白打个六级 又有枪伤了 去找他 先把甲修修吧 只有一丝耐久了 好 收拾他去 轻松搞定 直到现在还没啥收获呢 这也不行啊 去哪儿搞一波大的呢 貌似有了 拿命 这能让你跑了我就不活了 敢肯定他就在前面 刚才也是打扫金蛇了 他肯定不会轻易出来 咱们绕一圈过去 想不到吧 哈哈 拿来吧你 怎么回事呢 剧情都设计好了 关键时刻掉链子 好家伙 这一波AK有点不给力啊 抖得厉害 不过总算是搞定了 下面那么多盒子 应该很肥吧 这 简直无语 全是改进没空 感觉这把人都没剩几个了吧 精致配件还不错 全都抠出来 进厕所整理一下 我去 看来有人和我的习惯一样啊 既然打人不靠谱 就去打boss吧 等等 怎么全是瓢仔啊 哗 本以为又是燃烧子弹的 这可谓是惊喜了 不错不错 nice 我也是丢了好多东西 才装得下这把枪 这些配件就价值几十万了 有狙击枪了 打boss更简单 我猜两个弹架差不多能搞定他吧 还没搞定 解决了 选择狙击枪天赋的话 两个弹架肯定够了 哎呀 今天咋回事啊 好像没洗脸呢 如何 红卡 难得 本赛季第一张红卡呀 直接开了 好 不求探测器 不求蓝图 要求不高 金条就行 问题不大 还有两个 这里还能开出信号枪 也算运气爆发了 最后一个 开什么玩笑呢 早知道直接把红卡卖了不好吗 还有三万呢 这算啥呀 真的除了一把枪和几个配件 啥收获都没有了 不应该呀 还不报号 啥呀 不行了 受不了了 没办法 运气差了点 我有信号枪 最后几分钟也能压榨一下 BOSS竟然没人打 幸好来看一眼 粉专注眼神五级桃 还行吧 最后两百多秒还要进辐射区 反正只要留一百五十秒打信号枪就够了 好像没人来 失算呀 太浪费了 这么多箱子 这么多金条 早进来一点就好了 是时候发射信号枪了 我只有两分钟开箱时间 太肥了吧 每个箱子都有红色编卖卧 总共五个箱子 开出一根金条三张蓝图 原来我的运气都在这儿呢 还有时间再开个武器箱 可惜没啥用啊 镜子弹夹还行 拿着吧 没时间了 必须走了 真可惜 最后三十多秒安全返回 本局收益一百二十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